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来听我接下来的内容 其实我要跟大家讲的是 公司之所以让你做计划和总结 就是为了方便老板给你一些反馈 那老板给你一些反馈呢 又能够帮助你去知道自己的方向对不对 能不能够符合老板的预期 能不能给公司所需要的结果 带来一些助理 带来一些进展 其实你要知道对于一个创业公司而言 可能只有七到八个人 老板一个人还管得过来 他可以比较清楚每个人在忙什么 但公司达到一百人的这个规模的时候 基本上不可能让这一百个人都向老板汇报 老板的时间精力也不允许 在这之前呢 就会引入作为中间层的管理者 一家公司的规模越大 内部的沟通和管理成本 一般来说都是越大的 老板的精力也越宝贵 但是老板还需要把握一些 公司重点项的进展 核心人才的成长 这是管理者常用的两项管理沟通工具 就是总结和计划 当然可能少数公司是例外 比如说像苹果 乔布斯 乔布斯就搞一个叫做产品团队 或者叫核心产品会议的一个机构 大概有一百多个人 这一百多个人呢 都会直接在会议上跟他去讲 整个公司的项目的方向 或者一些很重要的东西 那你就会发现这也是一种特点 就是乔布斯这种精力旺盛的人 能够扁平化的去对接一百多个人 大多数老板是做不到的 所以呢 大多数老板要去看你的计划 看你的总结 然后基于你所给的这个计划基础之上 来给一些反馈 帮助这些团队里的核心骨干 在项目实施的过程当中少走弯路 也会减少公司层面的资源浪费 让你更快的成长起来 那其实你会发现 现在很多互联网公司很提倡敏捷式的开发 它本质上就是把项目的需求方和产品经理 包括开发放在一块 大家说短这种日常沟通的途径 多平次的去沟通 包括说产品经理和开发 把最终的这个产品的demo 每天迭代一次 给到项目需求方去看 这是不你想要的 也就是说尽早沟通 尽早反馈的方式 避免了传统的IT项目开发 等到最后一天 才让项目方去看 这个产品符合不符合它的需求 基本上是很浪费时间 而且很有可能导致 大量的资源浪费的 所以说呢 在中等规模的公司 去强调做项目和计划 就特别有必要了 原因就在于说 让老板能够尽快 尽可能多的给团队的成员 给予一些有效的反馈 樊登老师在他写的一本书 叫可复制的领导令里面 提出了一个概念 叫做二级反馈 讲的就是很多管理者 日常的工作 只是向员工要各种计划和总结 但是他们没有给员工很多反馈 这个时候呢 员工就会比较迷茫 不知道自己努力的方向 是不是对的 那这种迷茫反过来 就会影响公司的发展 甚至说会变成一种 很不好的氛围 就是员工都认为 老板没有想清楚 自己的方向 那他们也会觉得 我的努力没有得到肯定 那我们会发现 以此相反的是 有一定管理能力的 这些管理者 或者是合格的领导者 他们会给员工 进行一些反馈 比如说你这个点做得好的 我会给你奖励 或者是表扬 那你做得不好的会给你批评 但是呢 这些管理者在表扬的时候 可能有一个小的疏忽 就是忽视了表扬他的原因 这会带来一个附加的问题 员工不知道自己得到表扬的原因是什么 那么呢 他相应的优秀的行为 就没有办法得到重复 对于真正优秀的管理者 不仅会表扬员工做得好的地方 而且他们还会给出明确的原因 强化员工正确的行为 让员工的水平保持在积极和优秀的水准之上 这样老板需要超新的事情就少了一件 我不知道你听到这里会不会有种感觉 感觉老板的套路真的好多啊 就不能够走心一点吗 不能够讲一点真情吗 坦白讲我要跟大家说的是 对于管理者而言 他要追求效率的话 就不可避免的要用到一些套路 像二级反馈这种事情 它就是一种行之有效的管理套路 我们来看一下什么叫做一级反馈 一级反馈呢 就是表扬不给原因 人工不知道什么做的好 比如说我们来举一个一级反馈的例子 小强你最近挺辛苦的 表现的也不错 最近公司有了一次调薪 我给你争取了10%的加薪额度 这是挺不容易的 这是跟大老板单独要的 老板特批给我的 你要好好干 不要辜负我的期望 这个例子里面呢 员工会感受到自己得到了老板的论可 但是他不知道到底是什么项目做的好 或者自己的某个特点 或者是某个行为 是自己受到表扬的原因 那他想要在相关的一些事项上保持一个较高的传出水平呢 就会比较困难 那我们来看一下什么叫做二级反馈呢 二级反馈分为三个步骤 第一就是表扬并给出原因 第二呢 你要去强化他正确的行为 第三块 你要实现的目标是让自己或者是让老板操心的事情又少了意见 本质上是提高整个公司的管理效率和产出 减少那些日常重复性的管理行为 比如说催他们叫PVT啊 催他们努力去跑客户啊 这些都是在浪费时间 我们应该通过二级反馈 强化他们正确的行为 我们来看一个二级反馈的例子 比如说 小李 你最近在忙我们信托公司的私募基金项目 这是监管要求打破钢队之后的首个创新业务 挺不容易的 这次能够做到高层认可 客户满意 公司也有了不低于10%的业务收益 你这种敢于开拓新业务 第一个吃螃蟹的精神值得表扬 今年你的年终奖 我跟我们公司的CEO申请了 会是去年的两倍 我希望你能够保持住你这种开拓的精神 有困难 不仅是靠个人的努力 而且靠愿力去完成突破的这样一种镜头 那接下来呢 在公司的年会上我也会安排你去分享你的成功经验 我们再来看这个二级坦克的案例 员工就会知道自己得到表扬和奖励的具体原因 分别是两个点 第一个点呢 是成功的做了一个在监管要求打破钢队之后的创新私募项目 成功募集 而且有不低的收益 第二块呢 是在新项目开拓过程当中 体现的开拓精神 改于出螃蟹 后续他的行为 也会因为这个翻倍的年终奖得到强化 变得更加能够独挡一面 这才是管理层真正想要的结果 我们再来想一想 为什么百分之六十以上的时间 这些忠诚都在做PPT或者是开会呢 本质上他们是在让自己的团队多分一点蛋糕 分蛋糕这个活其实特别有意思 因为蛋糕总是不够分的 哪怕是传说中 何产获得名品堂的产品 有一个亿的奖金 那也不可能每个人分一个亿 对不对 那老板是怎么分蛋糕的呢 一般来说会看你的贡献 但是公司规模一大 最大的老板是不太可能 弄清每个人的具体贡献的 怎么办 这就要看每一集老板的分配 每一集老板呢 会根据你的年终总结 和他对你的印象进行打分 这也就是为什么大公司的忠诚 百分之六十以上的时间 在做PPT和开会 首先呢 就是要让老板知道 这个活是他干的 其次告诉兄弟部门 这个活的功劳别跟我抢 我已经抢先汇报给老板们了 干得好 也要说得好 才能够分到最大的一块蛋糕 是不是觉得很套路 没办法 出来混 我不是教你换 而是教你学会保护自己 我们再来看一下课程的第二个部分 在公司的年终总结里面 到底在看什么 在我看来 公司的年终总结 不仅仅是每一个职场文士需要写的 对于一家公司 他也需要写 对于一家上市公司而言 每年年底的财报发布 就跟一场堂考试一样的 他的业绩好坏 企业的增长潜力 都会体现在公司的股价上 因为呢 最后股民们会选择用脚投票 年终总结的价值 一方面是为了总结当年的工作成果 另外一方面是总结当下存在的问题 包括说进一步完善个人的工作思路和方法论 以便在下一个阶段的工作当中制定出更加靠谱 更加有可执行性的工作计划 这点大家能理解吗 就是说不仅仅是让你去夸一下自己炫耀一下去年的工作成果 同时呢也是让你总结一下经验 重新再出发 所以说呢 年终总结一般来说到底看什么 主要看这几个点 第一 你有没有什么收获 就是去年的项目里面有没有什么收获 第二个点呢 看的是你有没有总结出什么方法论 可复制 可以帮到公司的其他业务团队的一些干货 这个也是公司需要的 第三块呢 就是看你能不能基于去年的经验 总结出一个更好的方向 制定出一个更加靠谱的业务计划 体现在公司的今年的业绩增长里面 这个也是老板想要去看的一个点 好 那这里我们也讲一个小的日常的注意事项 你会发现 为什么有的时候老板明明知道你很忙很累 还在给你加任务呢 本质上 他不是为了压榨你的劳动力 而是在对你做一种压力测试 看什么东西呢 看四个东西 第一 你在压力状态下 你的心态能不能保持平和 能不能保持一个比较积极的状态 能不能够去主动承担 还是说可能你这个人经不住压力 给你手头有两个活在干 再给你加第三个活的时候 你就扛不住了 你整个人就崩溃了 你说我要休息 那说明你的抗压能力就不行 那第二块老板会看的就是你的产出 在一个有一定压力的情况下 能不能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 这点老板也会看 第三块给你压力呢 也是看你的潜力怎么样 一般来说 一个能扛住压力迎难而上的人 他的潜力会比较大 那第四块老板在看的就是 你在压力的这个状态下 能不能完成一些突破 比如说之前有一些你一个人完不成的事情 能不能现在能够独立完成 包括说你调动一些资源去完成 你会发现老板做的很多事情都是有他的目的的 这是为了考验你是不是一个合格的人才 所以说呢 在年终总结里面 你也要懂得这一点 老板给你加任务 其实有可能是想要考验你 能不能适应更大的挑战 当然也不排除有那种黑心老板 就是为了压榨你 那这种老板呢 你其实有个半年一年 你大概也就能够判断出来 他到底是想要培养你 还是想要简单的压榨你的劳动力 如果是想要培养你呢 那你就可以多做一点 如果他是想要压榨你的劳动力呢 你就别了他了 该收拾走人就收拾走人 也不要担心 你找到下一家 好 我们来看一下课程的第三个部分 教大家怎么去看计划 在年初的计划里面 老板到底会看什么 一般来说 老板会在你的年初计划里面看这四个部分 第一 看你的思路是否合理 第二 看你的资源需求是否配置的齐全 第三 看你对于一些潜在的风险 有没有一些预估和处置 第四 看你的个人成长 有没有一个很明确的意愿 比如说我们这里来看一个简单的例子吧 是一个新媒体公司CEO 写给董事会的年初计划 它里面列了四点 我们来看一下这四点有什么特点 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个点 第一个点讲的是新媒体的广告业务 在三千五百万收入的基础之上翻一倍 第二个点呢 讲的是知识付费的板块 预计去新增营收三千万 那第三块呢 讲的是核心团队的建设 引入或者培养五到十位年薪百万的合伙人 第四块讲的是公司启动必有人融资 预计估值不低于五个亿 你从这个计划里面可以看得出的是什么呢 一方面你可以看出这个CEO的进取心 他会体现在广告业务 定了一个百分之一百的增长目标上 也体现在新增的知识付费的业务的应收上 要新增三千万 那CEO对于新业务模式的探索 体现了他对于行业的洞察和理解 包括说知识付费的这个商业模式已经基本成熟 付费意愿移动支付手段都成熟了 那他对于这个行业是比较理解和掌握的 所以他能够做这个事情 第三块我们会看到的是融资计划的重要性 公司的业绩增长 它是需要资源的投入 包括说流量 人才 技术 这些方面都需要资金 你需要提前去融资 而不是等到缺钱再融资 我们再来看的第四个点讲的就是团队建设 团队的建设这块需要做一些提前的布局 你想要去培养百万年薪的中高层 对于一家创业公司而言是未雨绸缪 并不是说马上就招十个年薪百万的人进来 而是说我要达到这种人才的配比 这是一种有必要而且有远见的行为 当然我们会发现实际的这种商业计划书 会比我们上面讲到这四个点更细 但是它的核心是不变的 因为我们要知道对于老板而言只有两种 第一种是关注结果的 第二种是既关注结果又关注过程的 所以你的年初的计划里面 不仅要讲结果 还要讲你要怎么样去达到这个结果 我们来给大家提供三种不同长度的 总结汇报的模板 也是我们今天课程的第四部分的内容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一句话的版本 主要有两个要素 关键事件和关键数据 举个例子 假设你是微博里面负责职场话题的运营 你可以这么去讲你的总结 今年我们负责的微博职场领域 阅读量实现了500%的增长 从五个多亿增长到了25亿 关键原因就在于 今年的用户下沉的战略 弱势的特别好 那我们会发现这里面 用户下沉是关键实现 500%的用户增长是关键数字 一句话的版本 一句话的版本的这种总结汇报 很适合口头的汇报 包括说有的时候你在开会的时候 每个人讲一下自己今年干了什么 这种场合就很适合一句话的汇报 那第二种叫做三分钟版本 一分钟成绩 一分钟打法 一分钟成长 举个例子 你是某个硬件产品的海外市场的销售总监 那你可以这么去花三分钟左右的时间 去讲你的团队小姐 开头先讲一讲成绩 我们团队是负责某某某产品 海外市场销售的 今年的业绩做到了去年的150% 是国内市场收入的两倍 我们今年的关键打法在于积极地参与 国际一流的各种展会 这就是属于打法 团队和我们的不少销售 在一年里面有200天都在天上飞 大家很辛苦 我们也在很积极地去利用国内外的时间 一起去转私和复盘 培养了两个销售冠军 小A和小B 你就会发现前一分钟讲的是成绩 那一分钟的成绩讲的就是 业绩150% 国内市场收入了两倍 关键打法讲的就是参加展会 去直接拓海外客户 成长呢 就是培养了两个销售冠军 而且总结了一些方法论 对吧 那你会发现这个套路还是比较完善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三个 15分钟版本的总结 有哪些套路 四个部分 目标 成绩 困难和打法 假设你是某一个消费金融品牌的品牌经理 你怎么去讲你的今年的年终总结呢 你可以这么讲 今年我负责的某某某产品的用户增长目标 是1000万 虽然说国家加强了对于消费金融产品的监管 市场上同类型的产品也出现了1000多家 当然还有这样那样 ABC一堆的困难 我们基于用户年轻化的品牌策略 成功的实现了用户的1300万的增长 比年初预期的要高出30% 我们具体的打法呢 就是布局一些年轻人喜欢的APP 在他们的开屏上去投广告 而且优化文案 请一些他们喜欢的小鲜漏和流量明星代言 所以呢 你就会发现我们实际的成果比预期的要好 你看这样的一个版本 实际上是压缩过之后啊 我只是把里面的要点讲到了 但基本上每个部分 讲个三分钟到四分钟就够了 15分钟嘛 四个部分 开头可能一分钟 讲一下成果 后面呢 讲一下目标 那后面每个部分大概是三分钟左右 基本上这就是一个15分钟的 比较正式的年终总结的模板和套路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课程的最后一个部分 计划怎么样去讲 会让老板觉得你靠谱 这里面我们给大家提供一个年初计划的参考模板 第一个呢 是陈述目标 第二个是减速进展 第三块是分析困难 第四块是陈述方案 第五块是表达决心 那给大家简单讲一下 为什么要这样去设计这样的一个计划的套路呢 原因是在于说目标是老板最关心的 进展呢 就告诉老板你做事情是有规划有安排的 分析困难和陈述方案呢 就告诉老板你已经预期到了可能的问题 而且做了准备 最后的一个部分为什么很重要呢 你要去表达你的决心 就在于说除了你做周密的计划准备以外 你的个人的意愿也很重要 老板也会看 我们这里面来给大家举一个年初计划的例子吧 假设你是某一个运营商的城市经理 在移动互联网业务快速发展之下 传统的这个通话业务呢 就受到了很大的冲击 那你们公司的流量业务虽然有一定的增长 但是对于收入增长的贡献比例其实是比较有限的 那么对于你们公司而言 就有一个关键的挑战 怎么去提升公司的营收 保证这个分公司总体的收入持续增长 就成为了你在年初计划里面需要重点体现的一项核心内容 我们先来陈述一下目标 为了保证某某某市移动公司的业绩持续增长 我建议把今年的业务重点放在家庭宽带业务上 今年预计的家庭宽带业绩目标 就是把我们的市场份额从15%提升到45%以上 超过电信的市场占有率 我们再来看进展 或者说我们的计划安排 这块业务传统上是电信的优势业务 过去我们每年实现了20%的负荷增长 从存量市场上来看增长潜力巨大 第三个部分就是分析一下困难 要实现30%以上的家庭宽带的占有率的增长 主要的挑战来自于我们的产品建设的基础 需要加强投入 保证网络的联通率丢包率 这样的一些核心的用户体验指标 不能够低于我们的友商 第四块讲的就是你的方案了 今年的工作计划 一方面需要加强产品本身的性价比优势 初步考虑推出这种家庭通信套餐 以比较优惠的价格 实现手机和家庭宽带的业务组合 另外一方面 在市场部的营销资源上 我们希望能够向我们的家庭宽带业务 做一定的倾斜 能够把不低于总体营销费用预算的50% 花在家庭宽带业务的品牌推广上 来实现用户对于移动的宽带业务的认知度 让客户在有类似需求的时候 能够第一时间想到我们 最后一块跟大家讲的叫做表达决心 怎么说的呢 就是在一年以内要把我们的家庭业务份额 从15%提升到45% 是有一定的挑战的 但我们的团队是有一支有战斗力的团队 能打胜仗的团队 成功达到这个目标 我会为你们申请50%的额外的年终奖的奖励 还望老板支持 当你的年初的工作计划制定出来了 除了形成文字稿 一般还会需要跟你的职务老板去沟通 这个年初计划的过程 你在讲这个年初计划的过程当中 有一些注意事项 主要有这么几点 我跟大家稍微讲一下 有六个点 第一个点讲的叫做多用数据 多用图表 多讲趋势 少讲我认为 第二块 你要重点放在已经做了什么和下一步的计划上 第三块 你需要尊重老板提出的意见 虚心接纳 有的时候 我们会觉得自己做的方案比较周全 比较完美 老板提了一些建议 你可能会觉得不高兴 一方面觉得老板没有理解你 另外一方面觉得自己做的挺好的 很多时候 我在工作中见过 员工拿自己两个三个小时 仓促改成的方案 去跟老板汇报 被老板怼了 那真的是太正常不过 有一些员工 为了写一份靠谱的报告 反复修改七八十次 这都不奇怪 所以大家千万别觉得自己的报告是完美无缺的 需要大家虚心记录和接纳老板的建议 第四块 你在汇报计划的时候 要敢于提出自己的不同探法 不少互联网企业都有PK文化 指的是对于一个方案的形成 修设者需要接受来自老板和兄弟部门的不断挑战 也正是通过这样一次又一次的不断挑战 从不同的视角对方案的基本假设进行检验 方案本身也会变得更加的完善 如果你第一次不能够说服老板 你可以想一想 换一种方式跟他一直沟通 等下一次再去尝试说服他 那当然还有一个要点 就是对于你觉得有问题的任何的一个地方 你都要准备好建议 不要让老板觉得你只是批评 没有给建设性的意见 第六块 你要主动但是不跃权 主要去讲自己值得范围以内的工作 这也是一个汇报计划当中的要点 不要去讲别的部门的一些安排 我们来小结一下第十节课我们讲了什么 第一就是计划和总结的意义 就是为了方便老板给你有效反馈 第二总结主要看这几个方面 成果收获和方法论的沉变 计划主要看四个方面 思路资源风险和个人成长 讲计划的时候多征求意见 多讲趋势和数据 老板会觉得你这个人比较靠谱 下一节课我会告诉大家 怎么样去进行高层汇报 面对大老板们有哪些细思极恐的汇报要点 谢谢大家